虽然无法晋级 但中豪队在小马青少棒亚太锦标赛中 一号面对速敌南韩可丝毫没有松懈 双方开局上演投手战 四局上中豪队先持得点 下半局随即被对手串联安打拿下两分 直到六局上 中豪队靠着七棒方乔泽的安打 加上内野几球推进 顺势要回两分逆转领先 中场中豪队就以3比2零球 一分之差弃走南韩 因为昨天输日本队 输得非常的 真的很不甘心 那赛前也跟小朋友讲说 这场球带想办法一定要拿下来 因为我们在这边虽然不是地主 但是很多乔包为我们加油 凭着不服输的精神 连日真正的中华小将们咬着鸭 就是想赢韩国 总教练对于全队的拼劲 也给予高度赞赏 虽然他们有些热筋身体上有一些伤痛 但是他们就是硬撑到全场 到比赛结束 那顺利拿下这场球赛的胜利 因为重要的关键 虽然我们都欠缺连绵一早 但是真的所有选手们 想办法把这场胜利把他留下来 我们真的很感谢 也谢谢台湾的球迷 眼看着日本击败中国大陆全胜晋级 中华小将们难免失望 但总教练强调 未来的路还很长 也希望球员们能继取教训 听场下一次的胜利 ソーラー